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特别献献自己还能做什么别的事 当初就是想再学点新东西 所以换了一个新学校 选了一个新专业 每天还是上课啊 做项目啊 写论文啊 跑去中央电视台实习 逼着自己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把三年的课都上完 还得争取拿到最高奖学金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一天24个小时 根本都不够用 医院家就这么两个地方 要么看书 要么看电影 看着电脑上他们疯传的各种毕业的照片 写的各种三伙饭的感慨 当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孤独感 当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想作为中国人 一定不要给自己的祖国丢脸 那和其他的中国留学生 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想 那作为一个人大毕业生 一定不要给自己的母校丢脸 这已经是我在人大的第五年了 记得大一刚来的时候 蹦蹦跳跳吵吵闹闹闹的 七年以后我坐在宁泽广场 有些新的同学 感觉有点像从客人变成了主人 在人家自己读研 看似挺安稳的 其实并不轻松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尽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实际图传的事情 没问题就在挖笔子 要尽量知道外面 知道我真的去做了这些事情 才意识到自己 竟然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 既然是跟他们一起起跑的 我就不想错过 跟他们一同撞线这个机会 然后我就把他们五个 在如论拍的合影 传到我自己的豆瓣墙塑里 给他起名字叫 想你的时候有些幸福 幸福的有些难过 季洋耐得住寂寞 也离不开朋友 这一年里头 其实我是在一直带着 他们给我的骄傲 向前走 这种骄傲让我即便 在与高手过招的时候 心里边也很聪明 用英语讨论的时候 总归还是会少了 那么一点的参与感 就不像之前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 精管的时候 吵得不可开交 暂时寒场里面 在人家新闻的经历 让人变得不那么惶恐和急躁 拖给那个穿黄衣服 密室不慌 沉着冷静 哪怕是泛滥临头 也不会自乱阵脚 更不会连身逃脱 也许这就是人大新闻人 这一年一直在路上 出走 然后回归 更重要的是 远离广电 远离媒体 让我重新认识到媒体 知道他的天地和界限 也知道他在我心中 已经有的位置 就像小时候 总想离开家 但是真的 长大了 在路上了 你才知道 这世界上 脑都比不上他 继续买力的上涨吧 比餐天还很多呢 继续飞快的发芽吧 要这天彼日 还有需求呢 继续买力的上涨吧 这刚刚才开始了 继续飞快的发芽吧 永远离开 我会迷路 会寂寞 彼此分离 让我倍加怀念 一起的时光 但孤军奋战的我们 依旧是彼此的骄傲 我从万有情期待的谈理想话 你遇到了就拥有了 你错过了可能就失去了 我不固执也不换得换失 但跟你一起我总坚持做到最好 因为那早已变成了我的信仰 我回过头来看 才发现自己曾经奔波的每一日 熬过的每一夜都是财富 才发现自己曾经是那么的无所畏惧 你总是讲客观冷静 而我们的故事曾经怎样在这里 轰轰烈烈地开场 只因为火热 执着 永远青春 有些都是受不得 散过了他们再聚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我的新闻 我的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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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